都说一朝天子一朝晨 随着曾志伟上任TVB副总经理 TVB内部格局也重新洗牌 原本遭到忽视的陈自瑶 因为在好声好戏里 表现亮眼 并夺得冠军而备受重用 不仅连续参与多档节目 早前还有消息传出他即将升级做女主 虽然新剧选美的12页暂时没能开机 但得到王祖兰赞赏的陈自瑶之后想要高升 肯定不缺机会 而往日追随曾志伟的老将们 也陆续回朝为TVB综艺天专家瓦 从钱家乐主持圣舞者 到李思杰改编Family Feud的全新游戏节目四家大战 种种迹象表明 曾志伟在用人方面既不会亏待旧友 也有意培养一批新人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 无限剧集里涌现不少新鲜面孔 有年轻小花蛋打头阵的陈小华 尤嘉兴 戴祖一 谢嘉宜 也有自家人王敏义 反倒是往日风光 无限的当红 花蛋们逐渐被边缘化 前有诗后唐世勇 李嘉兴 后有于永山爱将黄翠如 今日有关于朱陈丽被雪藏的传闻也甚潇沉上 据港媒报道 入行十年的朱陈丽 2010年当选港姐冠军后 就立刻被指定接替陈法拉参演名怨望族 之后又连续拍摄了冲上云霄二情逆三世元 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虽然期间也曾音乐与发音不够准确 演技不过关而引起网友吐槽 但TVB重用朱陈丽之心却不为所动 甚至在2017年给他颁发了最佳女配角的奖项 惹来一片艳线 有了奖项加持后 朱陈丽的青云之路走得愈发顺畅 先是在大将园李丹正大女主 后又近组多功能老婆 法正先锋四两部合拍大制作 当时不少人觉得朱陈丽登顶事后是指日可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朱陈丽运势高涨之际 陈国强协任董事局主席许涛接棒上台 于是后继法力的朱陈丽 在拍完《飞虎之壮志英雄》后 便陷入了无戏可接的尴尬境地 起初杜之客还有意启用他参演金国萧雄寺 可如今曾志伟全权接手戏剧科 金国萧雄寺的演出阵容大变动 朱陈丽被剧组淘汰出局付出无望 据悉因为杜之客即将离开的关系 原本有内地投资的金国萧雄寺 最终沦为TVB自制剧 不仅资金大减 而且也从全实景拍摄变成 只在内地拍一个月外景的小成本 剧中朱陈丽原本将要饰演黎耀祥的妹妹 与罗紫义有一段凄美的生死恋情 为了演出效果好 此前朱陈丽还特意到演艺学院进修演技 谁知内地撤资后 朱陈丽也被一脚疑似被雪藏 虽然台前幕后 对朱陈丽临时 被提出局的事情三间忌口 但仍有小道消息流出 传闻他之所以不再被重视 是因为去年他与公家兴及洪永城合作期间 不断爆出负面新闻 其中与洪永城的抽水事件 更一度被炒作成热点新闻 令多功能老婆二胎死腹中 尽管朱陈丽受到了委屈 但也让新高层对他印象非常不好 于是朱陈丽这一年来工作机会少得可怜 好不容易出下境 还是给英界港姐加油打气做导师 加上许久没有作品播出 让他的人气大打折扣 本来借助金国枭雄四海可能触底反弹 收复失地 但现在恐怕难以如愿 那么朱陈丽到底能不能改写前路茫茫的困境呢 欢迎大家各书几件